我們帶你來看看房市 都說現在房市是一片看好 不過似乎北部地區真的越來越貴了 我們帶你看看雙北年度最吸睛的社區也出爐了 這是房仲業者的統計 我們先來看看在去年 北市的熱門點閱社區是哪邊呢 那麼北市的前五名其實都是比較老的社區 以大安區的全宮國宅是NASA了 這個第一名看起來真的是不錯 大家都覺得這裡單價以大安區來說算是相對便宜吧 這個單價是75.7萬 那麼第二名則是在中山區 那麼是大直的美提花園 單價也是六字頭 那麼第三名則是文山區的觀星台北 那麼單價就更低了只有在四字頭而已 那麼當然很多人都說因為要選老宅的原因 就是它的價格真的比較沒有這麼的高嘛 而且北市的新房子貴得不得了 動不動就上看一瓶百萬的 所以很多民眾呢就乾脆轉挑這種性價比比較高的中古屋 這裡頭甚至還大一點呢 那麼至於在新北市的部分呢 很多的購屋族他們則是比較仰賴捷運通行 所以這些捷運宅當然就變成比較熱門的了 我們帶你們看看第一名是在新店的美和市 那麼單價其實也不便宜啊大概56.8萬 那麼板橋的新巨蛋就更貴了一些居然已經站上了七字頭 那比較好看一點的是在細紙的龍山林單價就很低了只有二字頭而已 對很多的新北市民眾來說那寧可少花一點錢住在蛋白區通勤吧 不然壓力真的太大 那政府出手打炒房到底有沒有用啊 現在看起來國內的房價還是持續的狂飆啊 民眾都說真的感受到了房價上漲的壓力 那麼甚至有超過八成的民眾對於上漲超過3%是很有感的 那如何看未來半年的房價呢 其實一半的人都預期可能還會再飆 最高可能會到10%左右 所以買得起的還是OK啦 問題是沒錢買的就是只能租